在一个健保节目上,一个老农带着一把菜刀出了场,那刀看上去又破又旧,观众们嘲讽得大笑起来,老农很淡定,说这把菜刀不是普通的菜刀,是他祖上传下来的。 观众们可不领情,一把菜刀祖传的又怎么样,不会有太大的价值。 老农把菜刀送到专家们面前,专家看后很激动,忙问老农祖上是什么人,可是老农也说不清楚祖上是什么人。 只知道祖上搬过多次家,专家说老农家祖上应该有人做过厨子,不仅做过厨子,还是一个御膳房的厨子。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,老农拿来的菜刀是清朝道光年间御膳房专用的菜刀,菜刀上还专门刻着字。 专家告诉老农,他的刀保存得很好,有很高的价值,在古董市场上能卖20万左右。 老农听后很高兴,之前只觉得自己的刀挺不错,没想到还是这么珍贵的一把刀。 刚才嘲笑老农的观众都很惭愧,俗话说人不可貌相,这刀也不可貌相。